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桃园市大西区北恒公路4号桥10、5公里附近路段,今天上午8时25分发生一起死亡车祸,家住新北市板桥区的26岁流行大型重机骑士,疑似过弯不顺时控越线卷进小货车车底,当场死亡。 流行骑士今天一早,汉谢信有人分其大型重机车从复兴往慈虎方向行驶,没想到流南在过弯时不顺时控越过双黄线华入对象车道,与小货车发生车祸,当场被卷进车底,受困于小货车下方就在人员货报与热心民众十余人提力抬起小货车协助脱困,但现场救护人员也评估伤者已明显死亡。 并未送医,这起令人触目惊心的车祸发生后,其在流行骑士后方的泄信有人直击车祸经过平垂心肝,难以置信与好友快快乐乐出游,尽就此天然有隔。 警方初步调查50岁丘性小货车驾驶的九侧之为零,至于详细车祸原因令需进一步厘清。 其实,北恒公路沿线风景秀丽,近几年吸引许多大型重型机车车友结伴同游,不过北恒弯道多,而且部分路段缩减。 陆霞警方呼吁驾驶人行经时一定要注意,并应紧速慢行,避免超速行驶。 至于机车过弯时也应避免紧急刹车,以免喘身打滑而摔车。